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偷 说 我查清了王凡的经济状况 他的公司已经是个空壳 他曾经确实很成功 但几年前开始沉迷于赌博 别看他全世界到处跑 根本没有实际业务 就是泡在赌场 所以说 这句话对他来讲非常重要 虽然王凡和郎云签订合同是四个月之前 也就是郎云创作到第三幅画的时候 但是直到十天前 王凡才突然向郎云的账户里打了五十万 这应该就是定金 这也是两个人十几年来 唯一的一笔资金往来 签订合约净两个月后才会变清 也就是说王凡本来不想要这幅画 出于面子才签了合约 但并没有执行 直到有一天突然发生了一些状况 让他决定必须要这幅画 也就是说 他早就知道了荧光的秘密 知道了画的价值 餐厅服务员小赵 使用的是这种热门呈现了夜视镜 而她的任务就是做在哪里 为需要帮助的女嘉宾提供服务 所以她可以看到女嘉宾的大部分动作 和热成像影子尽管很模糊 热成像的工作原理就是根据目标 与背景之间的温差或者是热辐射差来发现目标 而那块零下18度左右的冰 与人的正常体温差就形成了一个黑洞 这任成像仪是她十几年前的机器 市场上早已淘汰 她的成像效果较差 也就勉强分辨出人影 当我问到小张有没有看到类似的黑洞时 她向我提供了一个更有趣的画面 小张说那一刻 她以为她的夜视镜出了毛病 好在很快恢复了 为什么会有黑洞 我的推测是 某种存兵的宝宫容器被打开了那一刻时 超低弓的血气瞬间深吞起来 而在热成像的效果下 就形成了黑洞 而此时 凶手准备偷毒了 哇 好像悬疑小说 幸运的是 扶元小张还向我们讲了另一件影举的事 那个被黑洞遮住的影子 她的两个肩膀上 有两块方形的橙色 我让小彤用同样规格的热成像仪 你给五位女嘉宾制作了热成像效果的人像 再参考他们当时的衣着 我们应该一目了然了 问题是 这准吗 会有些误差 但还有一种方法 可以证明四号王帆之间 或许有某种联系 什么联系啊 蓝眼睛 还有指甲 师傅 四号女嘉宾方言带到了 好 好 好